北施大直街民宅下限案 事發將近一個月 在9月25號多數受災戶已經返家居住 但現在協助安置的旅館業者就控訴 市府遲遲為撥付相關款項 業者配合市府短時間調用大量房間 遭欠費實在無奈 甚至被要求給折扣 市政府不但沒有支付這個費用 反而還來剝借這個業者 明明基泰提供的1億元 早在9月12號就撥入都發局的安置專戶 款項也早可依法動之 議員就批屢宿業成為另類受災戶 都發局強調上個月26號下午收到公文 安置收災戶履宿費用約1000萬元 一在10月2號上午撥付款項到中山區公所 至於被控要求業者打折 官船局則否認 後續我們都會請各局處 不管是官船名證等等 我們都會積極的來協助 不只是住戶 受損戶 還有包括旅宿業者 來請基泰要求他們盡快的負起責任 從珠灣至到民宅重建 緩緩相扣 就怕又拖慢 復原工作 TVBS 劉俊 楊佩宇 台北昌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